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都知道白威尔12月那一下 就是把龙门设置到足球场那么宽 后期的市场 我们看到明明Future's Market 本应已经在价格战胜 在明年可能不止三次 可能四次 在1月1日之前才开始价格战胜 大家好像看到一个Minnus 好像新东西做过反应 但是这次多了两个字 特别说缩表 大家都好像多了 但是我们会看的就是说快了 但好像刚才Debby说变三月 我当真的有这个情况发生 我当我们之前觉得加息没那么快 就算快变两次变四次 其实我们觉得都不是那么急 如果每次0.25其实不算太紧张 尤其是如果你说借着这幅图 我们经常都说虽然过了三个星期左右 即是十年期和六个月的息差 因为息差其实简单来说 我们其实都觉得这个是 如果说倒挂 如果低过绿色水平就叫倒挂 很多时候大家就会说 经济衰退 然后就是股灾 但是有时最难就是说 怎样我将这个息差放在股市 那个错误明的机会是小一点 其实我们就发现 其实十年期和六个月应该是不明白最少的 所以其实回头 其实现在 更少我昨晚看的时候 都没有什么去到一个很大的变化 所以我们自己就不是那么紧张 在这方面 不过大家都是看着债息做人 可能亦都因为之前 比如一些短年期的债息就升得急些 然后长年期好像缓慢 所以搞到大家觉得 会不会觉得 以后会倒挂 但是最近的长年期都开始走得比较快 所以这个情况也暂时舒缓了一点 但是始终大家都会比较害怕 我之前都问过很多嘉宾 说加息对市场有没有影响 大家都确实拿回之前的东西做参考 最近的就是1415年那些 其实也都拉长来说 整年 然后整个加息周期年多 每个都说 加息的市场会上升 不用怕 但Andy 这次我就有点挑剔 因为有点不同 以前加息周期就是说经济做得很好 但是现在就是有一个 怕恶性通胀人质到被迫加息 但经济反而不是那么好 那能不能够参考 我觉得有点可以参考 但是未必说 虽然大家要找回相类似的年期 或者加息步伐的快慢来做参考 甚至先回答 因为刚才David问了几个问题 我先回答现况 其实我们自己觉得 恶性通胀的机会是小的 但是当然这个我们和联署局 最大的assumption分野就是 其实我们自己觉得供应链的问题 是21年最严重的 但是其实随着很多地方 尤其是大家像东南亚 其实疫苗接种得越高 其实你对于疫情控制会好一点 只要医疗体系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太多阻止 其实应该就没有那么紧张 所以在这件事上 令到我们觉得恶性通胀的环境 是小一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刚才David看到的 其实加息 事实上我们真的要看快还是慢 是的 坦白说 如果我们看看 大概六至八个不同的加息周期 这幅图就没有放在这里 但是我将个总结给大家 就是如果急速加息的周期 标普500会是加息后的一年 刚刚flat了 是的 如果加息慢 就会是一个叫做 大概10%的回报 参加以前的话 如果用刚才这个表 给大家看 就会OK 我们拿最近年 因为最似 有点迟一个情景 就是说 黑色那些bar 就是资产负债表 OK 我觉得现在最似 你们大家可以看17至18年的时间 即是大家会看到那个格格 就是第三、第四个scenario 是蓝色那一个 三和四 是的 那一刻呢 其实是在收紧水 而且17年 还叫做加息 叫做慢 18年 头半年 都是慢的 在18年底突然快 那你就会看到 其实18年是最后的季 才突然测下去 整体来说 其实如果你说 以年纪来计 两年来计 其实标普是升的 所以其实我会这样看 现在的经济 没有真的想象中那么悲 但是通胀 其实应该没有那么急 是的 所以我会觉得 比较中性一点的态度 去看这件事 是的 如果用刚才几个位去看 我仍然都是觉得 我们会觉得 是看单位数的回报 但是 刺得厉害一点 是应该比较似的scenario 是的